今天是什么日子 下一周就是圣诞 今天还不是圣诞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为了 第七道 我将声音大一点 我们今天就为了圣诞 我们也会圣诞敬拜 那么我们大家 跟前后的弟兄姐妹们 说一声 圣诞快乐 弟兄姐妹一起说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我们在英语 在英语说一点 Merry Christmas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个世道 现在越来越困话 我们将来加拿大 北美这个基督教国家 现在开始也不太讲究 Merry Christmas 为什么 因为很多商家 很多教派 和很多政府 为了怕主罪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他失去他的生意 失去他的投票 所以他们把这个Merry Christmas 现在慢慢慢慢变成了 Happy Holiday 弟兄姐妹们 我们基督徒就不能这样 我们基督徒就要坚定地说 圣诞快乐 我们这样的谁都应该说是Merry Christmas 不是Happy Holiday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怎样的信才得救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的章节 我们一起来读啊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就是最大的好消息 这也是最大的胖宝 那么信耶稣就得救 这个事情非常的容易 但是 怎样的信才得救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 那么 大家可以问问我们自己 我可以问问我们在座 每个第一节目们 第一节目们 信了耶稣了吗 一起回答 信了耶稣了吗 信了 好 那么 大家知不知道 你们得没得救 声音越来越小 那么 你们的罪得赦免了吗 赦免了吗 你们重生了吗 你们能去天堂吗 第一节目们 这桑花就应该越来越高才行 越来越有信心才行 我们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去走天路里程 我们必须有必要 我们来思想一下 旧恩的既要真理 因为这也是圣诞节 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 那么圣经说过 我们如果真的想得救 首先就要认识几个基本概念 什么叫罪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我们是罪人 圣经是这么说的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也会犯罪 已经都是世人犯了罪 那么一个真正悔改 真正得救的基督徒 就应该知道 我们有罪 而且我们愿意悔改 第一个结论 如果一个人领受了主 救主之后 没有一点生命的改变 甚至认罪都觉得丢脸 那我们这个信 可能得救不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 认罪悔改 要承认自己的罪人 要面向上帝悔改 那么我们也应该 从正面的了解 因为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嫉妒 贪心 我们也做了很多 损人律 亏欠别人的事 我们应该感到不安 才对 这个叫做认罪悔改 你赚了别人的便宜 你觉得心里很坎然 那一天 你就不是在认罪悔改 那么什么叫罪 这个就很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罪是杀人帮火 特别我们中国人 监狱的的人是罪人 定人姐问 我们在座的人 每个人都是罪人 很对不起 你我都是罪人 你我都有罪 圣经是这么说的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就必跪到定间 定人姐问 忘记了神就是罪 很对不起 很多人忘记神 就会是个罪 那么我们有时候 很知道孝顺 很尊重父母 但是这里有个例子 给大家参考 有一个寡妇 有个唯一的儿子 那么这个儿子 就是她唯一的希望 但是儿子长大之后 就忙于生活 忙于交朋友 她却忘记了母亲 定人姐妹们 有人给这个寡妇穿福音 那么寡妇呢 第一关就过不了 她就觉得我没有罪啊 我有什么罪 但是有一天 寡妇明白过来 有一天寡妇明白过来 向神祷告 她是这么说的 神啊 我是罪人 因为我忘记了你 你好 就好像我的儿子 忘记了我一样 第一天寡妇 我们忘记了唯一的真神 就本身 就是罪 那么 一个忘记母亲的儿子 无论多么好 他还是个坏儿子 同样 一个忘记神的人 不管他多么好 在神面前 还是罪人 那什么叫罪 不认识神 就是罪 他们一心诡诈 不肯认识我 这就是一号好所说的 那么 很多人不认识神 想不起这个创造主 那么很多人 都认错了神 在这个世上 很多人认识别的神 烧香拜火 或者认识很多 别的宗教 别的宗教不是不好 你一定要去认识 唯一的真神 这就是你不认识神 本身 神就说是 有罪 错 那么 在这个世上 很多人 就是忙于 包括儿女们 忙于生活 有时候我们进不得孝心 那么 很多孩子 就是流泪 痛苦 那么 特别是我们的父母 去世之后 很多人就是为了烧香拜火 第一点 我们在祖宗 是非常好的事情 活着的时候干什么 活着的时候 好着孝敬才对 那么如果真的 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我们应该孝敬谁 孝敬我们父母的父母 就是我们宇宙的创造者 就是唯一的真神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孝敬的 我们应该拜祢 这就是我们要去认识神 那么 什么叫罪 试探神 是他们心中 试探神 随之己所欲 求食物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 试探神 试探了四十多年 这就是罪 为什么试探神是罪 因为人存在怀疑的心 去向神求 试探神 那么我们有时候也想去 应验一下 看神的灵不灵不灵 就看看神能不能成就我们的心愿 那么我们也是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不蒙一鸣 就觉得这个神是不是真神 这样的祷告是非常的无礼 神也不会悦纳 这个试探神就是罪 什么叫罪 轻视神的审判 第一姐妹们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会有审判 我们死会都有审判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 那么很多人轻视这个审判 都觉得没有关系 人尸如灯灭 果然是这样吗 如果人尸如灯灭是多好啊 我都知道心灾乐祸 吃饱喝足就走了 不是的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 死后有审判 如果我们轻视这个审判 就是罪 神在审判前都给我们机会 我们为什么有教会 为什么第一姐妹们在服侍神 为什么我们去传福音 神在通过我们给每个人机会 第一姐妹们 为什么想当年扫荡 就在索德玛 阿玛拉这两个城 流流汪扫荡的时候 神已经给过了机会 神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神就是一把猎火一样 忍耐到了火 火头到了那天就会爆炸 这个就是神的审判 我们都要面对这个审判 所以轻视神的审判 就是罪 那么还有很大的罪是什么 不信神的儿子 第一姐妹们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神 都生死的名字 第一姐妹们 不信耶稣基督 按圣经是最大的罪 这里在座有多少罪人 我也是 在座每个人都要去思想一下 那么以上刚才讲的 只是讲了五种罪 这个罪是对谁啊 在神面前的罪 这里根本就没谈到 我们人方面的罪 根本没谈到我们的奸引 飘舞 欺杀 杀人 还没谈到这些 只是谈到神方面 就已经有这五项罪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 我们很好 做人做得很好 我们都以为自己没做亏心事 对得欺人 那么就算是对得欺人 在人面前是大好人 地形姐妹们 在神面前 这个任何五项罪 其中你只要犯了一项罪 都够资格去地狱 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 都有罪 那么 不自灭亡 反得有生的秘诀 在哪里 就是信靠耶稣基督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信息 那么刚才我们分享了 分享了罪 那么谁是罪人呢 我们好像多久都来教会的人是罪人 教会外面都不是罪人 地形姐妹们恰恰就错了 教会外面同样是罪人 坚毅的也是罪人 我们当然也是罪人 因为圣经是说 世人都犯了罪 包括你我 谁都跑不掉 那么这罪人都包括哪些人呢 神是说 打不到神标准的人 就是罪人 那么神的标准 跟我们人的标准有什么不同 我们国家和国家 人和人的标准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在中国认为是犯罪的东西 拿到美国就不是 拿加拿大也不是 对吧 中国可以把人最后枪决 加拿大就不让枪决 对吧 不让有死刑 那么在人看来 在国家看来都是相对的 我们相对觉得是个好人 我们能做相对的好人 但是世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好人 因为什么 神的标准是圣洁 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圣洁的人 没有一个人做这样的标准 圣经的标准 远远超过了律法 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法律 我们什么叫奸引呢 你除了婚姻之外 跟别的男女 沟合就是奸引 圣经的奸引是什么 圣经的奸引是 你晚上睡觉什么 脑袋就想起了 另外一个女人 就是犯奸引 对不起 弟兄姐妹们可能也有 这就是结义 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 那么还有什么叫罪人 自耳不行也是罪人 你明明知道神给了这么多恩典 神给了那么多感恩的东西 你不去感恩 你去过日子 本身就是罪 一个针对信主的人 都是愿意悔改 圣经有个例子 撒该 这是圣经记载一个人 他刚信主便主动向耶稣承认罪 那人就是顺利长 撒该 他一见耶稣就主动的向耶稣说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炸了谁就还四倍 弟兄姐妹们 圣经里有没有说 指出他的罪 耶稣没有指出撒该的罪 对吧 那么撒该的主动的去认罪 耶稣回答说 今天救恩就到了你们家 人子来了 是要盖什么 人子来了 要救世上的人 因为罪的公家是死 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才是拯救 那么真正的悔改 都是心意转向神 转到耶稣那里来 起去耶稣的饶恕 那么圣经里有两个人物 很有区别 刚才说的撒该是认罪 悔改 然后转到耶稣那儿 但是耶稣的门徒 犹大是什么人 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 但是犹大他最终认识他是罪 犹大最后上吊自杀 他最终觉得拿了三十颗银子 去卖了耶稣 就觉得最终觉得很对不起 把三十颗钱都推给他的法利塞人 最后他上吊自杀了 犹大跟杀该有什么不同 犹大知罪 代表他不悔改 不信靠神 那么我们分一场不喜欢坏人 我们不想跟坏人往来 另一点问 但是罪人比坏人更差劲 那么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就应该恨恨我们自己才行 我们恨恨我们的罪才行 我们要知道神是按公义去审判 审判所有的罪 审判所有的罪人 那么罪的公家就是要死 最后有审判 一个成了的人想得救 一个有罪的人想得救 怎么办 就像一个病人一样 一个病人想得救 得医治 首先就知道自己是病人 承认自己是病人 同时他要去配合医生 去得医治 同样 我们是罪人 想得我们拯救 就要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要信靠耶稣 才是对的 那么一个真正的信靠 得救的一个信仰 是什么样的信仰 就是要相信有神 圣经是这么说的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蒙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的人 必须相信信有神 而且想相信赏赐他 寻找他的人 那么我们不只是要相信 治罪悔改 我们要相信神 这是第一步 那么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 我想挑战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个丁音姐妹 丁音姐妹们 什么叫BC啊 BC不是我们库啊 那个BC 这个BC就是before Christ 那么什么叫AD 主后 就是拉丁文字 我们哪一个人能不用这个挂赐 我们能不能用自己变得挂赐过日子 做生意 不行 我信主也好 不信主也好 我们都要用耶稣诞成这个日 今天就是耶稣诞成 2016年 第一听解论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神是鬼术的创造者 他来掌控所有的一切 是唯一的真神 那么神 神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我们在这个世上 什么都是免费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免费 你用这个gas 你用这个电 都要交钱 你不交钱 你试试 人家就给你cut 就没有电 没有水 但是神的东西 从头到尾都是免费的 丁音姐妹们 神收不收我们的空气费 从来不收 阳光 雨水 我们来这个地上拿钱来的吗 我们都是吃挑挑免费来的 丁音姐妹们 我们离开这个世 也是吃挑挑的离开这个世 我们去天堂要不要钱 不要钱 天堂也是免费的 为什么神的东西都是免费 这一切都是神的嘛 都是神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们带着 永生的叛徒 心靠耶稣 才能拿到这些东西 每日正面 登着一篇文章 登到一个女的 她以心肠大自然 她就通过大自然 她领受到所灵的气息 那么我们也经常hiking 我们也经常去ski 我们也经常去大海 丁音姐妹们 到这样的场景 你感受到什么 感受到神的存在 你走到哪里 你能知道神就在这 你去 上那个 那几次感受到上的山顶上 你看呢 白雪 整个山顶之后 你就知道 上帝就在这 那么这个姐妹呢 很喜欢大自然 但是她看不见 她需要耶稣 她总觉得只是 细细地观察大自然 她就足以确定 神的存在和慈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透过这个创造 给我们一个启示 每一个信主或不信主的人 都有这个启示 不信主的人也很喜欢大自然 不信主的人也很爱生活 也很爱动花草 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 每个人的普通的启示 普通的启示 信主不信主都有 但是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 就是特别启示 圣经是告诉我们 通过特别启示 通过耶稣基督 让我们去认识神 我们想认识神 不只是靠这个大自然 我们必须通过圣经里 所说的耶稣 才能去认识神 这个才是一个真道 那么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 他就会去认识 这个唯一的上帝 信靠他 我们才能去敬拜 才能去学神的话语 那么我们相信神 有什么方法去相信神 圣经里说 你若口里承认住 心里相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话说得多清楚嘛 我们大陆人 为什么信主这么难 因为太简单了 哪有这个事 一说一说就行 心里信就行 太简单了 我当时信主就觉得太简单了 这个信主太容易了 第一节目 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口里承认相对什么 那个就是很多犹太教的人 犹太教的人 是不相信耶稣的 但是你不相信耶稣 犹太教的人 有些人信耶稣 就变成基督教教徒 你如果信耶稣 被犹太教 就会赶索 被犹太教赶索就说明 你没有工作 你可能也被敦监益 甚至有人可能追杀 他都愿意口里承认 那么这个口里承认 同样的代价 会花到我们身上 我们如果口里承认耶稣 我们也是一个代价 就是我今天口里承认耶稣 明天说这个公司要开除你 甚至人家让你敦益益 你都愿意承认耶稣才对 而不是明天说 哎呦 不然了 要开除你了 那我就不入神了 不信耶稣了 那就是假的 这就是说口里承认 要有这个分量才行 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家 没有赐下别名 我们可以得救 都是靠这个耶稣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价的道理 实价的道理就是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那么实价的道理 跟别的道理不一样 为什么信主之后 很多东西 拿引论东西解释不了 因为实价的道理 是神的道理 因为神创造的道理 就是用神的方法 所以实价的道理 跟人的方法 是解释不了的 实价的道理 在那灭亡人 与余作 在我们得救人 为神的道理 实价的道理 就能改变 实价的道理 就能给你能力 为什么信主的人 要来那么软弱的人 信完主之后 又有喜乐又有平安 哪的 没有人给啊 也不是我们家 有钱我就喜乐 信主的人 苦难中也有喜乐 为什么 神的道理 你真的信主 神就给你这个能力 因为你是这神的人 神有什么方法 去给你 那么实价的道理呢 对一些有智慧的人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 是与种的 圣经说 经常所说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飞弃聪明的聪明 很对不起 我们如果在世上觉得 自己非常聪明 神就给你消灭掉 什么叫消灭掉 你越觉得你自己聪明 你就越难认识神 越难认识耶稣 基督 很对不起 那你就信不了 天国 你自得救不了 那么 实价的道理 也是神的智慧 神的灾救 神实价的道理 靠我们的人的智慧 去没法认识 圣经说 这种的业有法 是智慧的开端 任何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 但是我们的聪明是有限的 神的智慧 才是我们智慧的开端 那么 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大学毕业的 在座很多人可能还是博士 还是专科 专业人员 第一姐们嘛 我们多么有知识 也只不过是在我们自己的专业上 你马进去说化工专家 我就是电脑工程师 我只懂我这一块东西 一提到文学历史 我就不懂 那反过来 你化学专家不能懂化学东西 他不一定懂computer 对吧 我们人的知识 都是在某一方面 有一个人举个这样一个例子 他有一天在马路边 捡了一个关于菠萨像 他就放在家里 然后一念三天 他就往他去赌钱 他就赌赢了 他就很高兴 他就以为这个关于菠萨 才保护他 他就开始拜关于菠萨 第一姐们嘛 如果你真的信耶稣基督 这个独一的真神 耶稣基督会不会保守你 一念三天赌博当中赌人 不会 为什么 神是拯救的神 神是拯救你离开罪恶 反过来 我们自己的偶像 就是让我们去 就一直要贪恼 一直要去追求 这恶同性 所以神就是 让我们从罪恶中出了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很不公平 相信神的人就得救 不信的人就不得救 应一解问吧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实际的道理就是 只要你谦卑下来 你就是得救 多么没有知识的人 就连个老农民老太太 他也信主 信得很热情耶 很多人看不懂圣经 他也能信主 为什么 实价道理就是这样 他有能力 那么实价道理 实际上是最公平的道理 如果任何一个人 觉得实价道理不公平 就说明你不谦卑 就说明你很有能耐 哎呦 我很有能耐 实价道理怎么对我不好使 你要谦卑 所以实价道理 对你骄傲的人来说 就是不公平的道理 那么 第一个讲究 你想一想 如果有个人掉在水里 要淹死了 他要什么 他要道理吗 你要拿和尚过的证书来给解释这个人生道理吗 不是 他要的就是拯救 他就是要你救出来 我们人类就像掉在海里 大海里的一个正在死亡 正在走向地狱的人 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大海里 扑通扑通就在等着死亡 那么这是最需要的就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就伸出手来 救 让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只做这些事情就行 那么中国很有名的牧师叫孙尚杰 那么他是1901年出生 1944年去世 是一个年轻的牧师 第一件结果呢 他写了一本书叫《灵力激光》 孙尚杰博士是美国的化学博士 那是那么早年的博士 那么他从美国回中国的船上 他就把那个博士后的证书弄到海里 他就专心去传道 那么他有没有能呢 他可是那个年代的化学博士 他回到中国 开始传教的时候呢 他得了异象 那么这个苏尚杰博士 牧师得的异象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道理 你看看他得了什么样的异象 他也跟往常一样 到那个山顶上去祷告 他有一天就听见有人在呼声 有人掉到水里哭叫他 他就想去救他 这是他的异象 你听一听啊 他就往下跑下去的时候呢 结果他在异象里看见自己 浑身雪淋淋的 那么在亚伯托他也想去救的这个小河呢 又有一个变大 变成了大海一样 那么大海中呢 他看到了很多被淹死 正在淹死的各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人 都在哀哭切死的悲惨呼叫 要求救 那么在这个万分急躁的时候 他向神呼求 神啊 我愿封你的名 得你的帮助 去救这些挣扎的人 那么正在他祷告的时候呢 他发现他自己变成了个小孩子 同时他又发现自己变成个罪人 同时他又发现他被锁链捆绑 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想去救了也救不了 他就冲不难行 同时他觉得他有个东西 有个力量才要不拽 拽得死死的 正在这个上父的时候呢 他看见天边 他看见一只鹰 结果直远而近 他看到直高而下的这个鹰来说 他定睛一看 结果他不是鹰来 他看见了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死之架 大死之架 就这样一样 上面写了八个字 仰望死架 往前奔跑 就这一撒那间 实价飞过他的头上的时候呢 松上杰博士 牧师他手里的手链 都被解开了 哗啦哗啦地掉在地下 那么他恢复了自由 他就接着去往前 到大海边里去救救人 那么正在他救人的时候呢 实价飞过他的头上 他就被实价救到天上 那么实价入过大海 这个边路的时候呢 跟细铁石一样 吸所有的大海里 正在求救的每个人 第一学姐问嘛 我们就是这样了 我们人生的光景 就是在大海里奔奔 大海里在求救 一样的 我们只要愿意被拯救 我们谦卑地伸出我们的手 神的大海里 就跟细铁石一样 能够救我们 第一学姐问嘛 那么神的这个道理 为什么对两种人反应是不同呢 对得救的人是知识 是一种经历 那么实价 耶稣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的人 就藏起来 像阴海显出来 第一学姐妹们 实价的道理就是这样的 如果聪明的人 实价道理显现不出来 显现不出他的能力 反过来我们像阴海一样 很温柔地去接受的时候呢 就能得到 所以实价道理 对两个人的能力是不同 一个真正信主呢 经过这几个过程 大家看一下 我们信主不是盲弱的信 信主不是说 哎呀 就是稀里糊涂 我目前信主继续 我太太们没事干 啥文化都没有 就去教会 为了得永生 信主真的不是这样 信主只有这几个过程 信主首先通过理智 我们很理智地去信 知道信的是谁 那么信主通过理智 还不够我们 通过我们的感情 我们信得很真切 你看我们信得很真切 耶稣站不站在那儿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奉耶稣的领导 我们都知道圣灵的统战 那么靠感情还不够 我们要靠意思 做抉择 第一姐妹们 我们每个人的理智 都是有限的 单天理智 我们没法信耶稣 一个八岁的孩子 怎么去认识 八十岁老年人的人生经历 做不到 我们就像八岁的孩子一样 但是我们想去了解这个神 想靠你的理智去把神搞懂 你搞懂的那个神 就是你脑袋创造出来的神 绝对不是圣灵的神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 拼理智去理解这个神呢 这里只能说 我们在某一种程度上 理解就够了 你不可能完全明白 那么单靠理智 单靠感情是不够的 我们必定靠我们心自去做抉择 信仰跟别人不一样 你没发现 信仰就不能比你 我们多么亲爱 多么夫妻 我没法比我太太来信你 信仰就是靠你自己 你自己要下决心 你自己要和自己一致 去做抉择 所以信仰就是靠你自己 没有人会强迫 所以我们知道 信主首先叫 你知道自己的罪 像神 认罪 悲感 你要信靠神 信主不是说 简单的签名 简单的入会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那就很多人会拿假护照 你拿了假护照 你去到了天堂门口 你就进不去的 因为信主就是靠你自己感情 最后要靠你自己的意志 来做抉择 难怪圣经也这么教导我们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都能进天国 唯独我尊心 我父子义的人才能进去 因为耶稣说 当时你拿这个护照去成果的时候 很多人进不去 耶稣说什么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为什么 你可能拿的是假护照 弟兄姐妹们 我们认真的思考 我们信主的经历 是很有帮助 不管别人说什么 弟兄姐妹们 你我对耶稣怎么认为 彼得这么回答 彼得耶稣这么问 你们说我是谁 西弄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们 我们跟彼得一样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要承认 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才能得救 圣经有一段话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会有审判 弟兄姐妹们 真的有天堂和地狱 圣经讲过一个故事 拉萨路 跟财主的故事 财主很有钱 荣华富贵 餐桌上总是有剩的东西 拉萨路穷的 不得了就是个乞丐 他就是靠财主 饭桌上掉下的饭 为一次生死 两个人都老了 都死了 那么有一个人 就去了地狱 有一个人去天堂 财主想当年在地上 那么荣华富贵 他去了地狱 拉萨路那么穷 但是他去了天堂 好了 那么财主在地狱里 就喊这个拉萨路 拉萨路啊 你给我点水喝 在地狱里太火热了 我受不了 那么拉萨路在 亚伯拉的怀里 告诉他 这个天堂跟地狱者 有个鸿沟 谁都能动预约 那么财主后悔了 后悔来了地狱 他就告诉拉萨路 拉萨路啊 我求你一件事 你从天堂里去地上 告诉他 在地上还有六个哥们 告诉他们 不要来地狱 来地狱不是好地方 让他们去信耶稣 去天堂 亚伯拉萨告诉这个财主说 不行 就算是拉萨路活着 回到这个地上 告诉你的六个哥们 他信不信 他照样不信 你只要不信圣经里的耶稣 你不会信任何一个人说的话 就算是一个活人回去 告诉你耶稣 信耶稣才能得永生 你不信耶稣去地狱 他不会信你 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只有认圣经的这个 神的这个教导 你才能信耶稣 为什么 圣经说过 神阻挡骄傲的人 是恩给谦卑的人 弟兄姐妹们 我们越谦卑 神就越提报我们了 我们越骄傲 傲得不得了 神不会关照你 你会过得越来越可怜 可怜不受 你在地上可怜 你地上可能给我们 还有文化富贵 但天到天上 就跟拉萨路 跟财主的分别 弟兄姐妹们 我们信心地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承认自己是罪能 财险 这才是救我们的正确的道路 我们很希望圣诞自己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们以前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你们也想信耶稣基督 作为救赎主 我不想过这种财主的生活 我愿意走成熟的道路 愿意走天国这个之路 你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我来祷告 有感兴趣的 大家都可以跟着念 我们听语们都可以跟着念 我愿意悔改归向神 一起读一起念 我愿意悔改归向神 离弃罪恶 求神赦免一切的罪 我愿意诚心接受 耶稣基督为救主 我愿意诚心接受 耶稣基督为救主 坚定不移 求神赦圣灵涌住我心 求神赦圣灵涌住我心 愿让我做神喜悦的事情 愿让我做神喜悦的事情 最后一定要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就行了 第一姐妹们 可能大陆人也说 哎 面子不好意思 我刚开始祷告我也不好意思 我刚开始信主说 回家祷告 我们顺便说 把我推开 去去走一边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信主 必须经历这点 你要向神祷告 你自己向神祷告 不要求名牧师 名人给你祷告 你自己向神 你自己向神 回赶 第一姐妹们 我们一定要认识 我们是什么是罪人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罪人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要回赶 归向神 我们也知道 我们信靠神 去靠我们的感情 靠我们的理智 最后靠我们的信心 第一姐妹们 信主需要附带下来 为什么 信主不信主 就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对吧 你不信主 跟信主就是个概率 你要冒这个风险 我愿信主 我愿报这个风险 难怪 戴德森是 已经是 几代了 已经是第五代 在中国宣教 是英国的宣教士 他说的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的 并不是伟大的信心 而是信靠 一位伟大的神 就是因为伟大的神 我们才信靠他 那个神就是伟大 所以我们能够信靠他 他跟我们说了什么 我们为神所摆上来 若谈不上冒险 我们也就不需要信心了 丁一节目 你没有冒险的精神 你信不了解 你舍不得这个 舍不得那个 又怕这个 又怕那个 你信不了解 信主 你要付出这个代价 今天 我们就是正好圣诞之计 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讲这个真道 丁一节目 大部分信主也好 信心上热的人也好 或者是很多不信主的人 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 就是三心二意 或者是一只脚 他两只船 我们都想要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最好是在地上作恶 多端 在地上融化 富贵 但是最后他们去天堂 对不对 神的要求就是疫情 你只能信靠 唯一的 唯一的真神 没有 两颗心 你只能靠一个 那么我们有必要来思考 圣诞之计 这是最美好 的礼物 听见了吗 我们拿多少礼物 都比不过这个礼物 包括我们父母 教育孩子 给他多少礼物 都没有信耶稣 这个礼物好 我们也知道 我们人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信靠主耶稣 请弟兄姐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唱一首